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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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百万分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你的社会 今镜与点栏目 不回来怎么办呢 但是现在盘后的气氛很好 我们请副控带我们来看到 涨247点 会开高啊 所以这种气氛 是不是真的要抱着股票来过年 那我们来看 刚刚其实谈到了丙种 但今年其实大户很有信心 对对对 为什么我举圈 上个礼拜其实大户 几乎都是拿刀刺自己 刺大骨 因为气到对不对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节目讲了一个 大户卖这个扬名 卖到宣泄 你说这个是大户就卖487张 我算了一下总金额一亿三千万 是不是大户 当然是大户 为什么他一次要487 因为他不能超过500张 对 499 但是他为了宣泄 心中的怒火 所以我是白痴 我是白痴 我是白痴 他就一直刮他刮他刮他 一直刮他 全部都刮487 刮了14笔 好 我们来看 大户本来是对心 对 对 没错 今天改了 我们来看这是今天的 买168 而且买在涨停全部冲涨停 没关系 涨停我也可以 33笔 要到14笔 对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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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发辣 大户回来 为什么 我一算 大户是跟股票谈恋爱吗 一千万 所以我说大户回来 所以明天没问题 所以扬名大户回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当然明天是不是没问题 最主要还是全职股 有名来看一下全职股 刚刚我看到你举圈 全职股关系到明天的行情 对 这六档个股 其实在今天看起来的话 都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有的是跌升反弹 第一天 有人是跌人反第二天 不过大家知道吗 这六档里面 今天外资只有一档是卖超 今天是日月光是卖超 那如果排序来讲的话 今天的台积电外资买了 那个数字也很吉利 8088 就是8088 然后他8088 这样买了多少印 他们是因为要过年了吗 所以现在下单都要取一些 选一些比较吉利的数字 所以洋人也过中国年 8088总共买了51亿 那这个时候第二名是谁 不是日月光 日月光虽然今天也涨很多 而且也创新高 第二名居然是鸿海 他鸿海买了8.5亿 第三名是国具 国具买了6亿 国具买了6亿 所以联发科 你不要看他起起来很澎湃 但是实际上他只有买4亿左右 那为什么今天其实你这样整体看起来 就算连台积电其实也没有买很多 买51亿没有很多 而且今天外资总共才买98亿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看融资 是不是小白又把它推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一个现行好了 好 我们来看233亿台积电 对 今天涨了3.4% 那图形稍微缩小一点 我认为明天其实基本上涨的格局很大 ADR的部分是涨了2%左右 就是盘后盘的部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明天不见得收盘会涨2%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明天来到了前波压力 一定会震 那时间在拉长 各位有没有记得前一波 它也有一个三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整理期 那现在我觉得因为要过年的期间 再加上过年之后还有一些变数 像这种已经高角度在涨的股票 我很怕它其实未来会走这样一个 横盘的一个模式 所以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明天如果再冲高的话 就给外资去玩 所以如果明天再冲高 就不要抱着过年吗 我觉得台积电这个部分 看你的成本 如果你的成本是在低的话 你反而可以先调一部分 如果你成本再高的话 你不想赔着卖 反正以后还是会创新高 你就可以抱 好 所以看完台积电 我们再回来看全职股 所以从台积电看到其他全职股 我们怎么面对明天的行情呢 面对明天的行情 我反而会建议大家 明天会涨的股票 可能会跟今天正好 又会换一批新的 除了面板以外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波 其实原主流跌得很凶 但是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用急行经的急反弹 那一般来讲到第三天都会是压力 而且过年之前 其实原主流还会不会是新主流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会其中会有一个 国聚这两个股 我倒是认为 它其实是值得报股过年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国聚可以报 对 国聚 因为变动原件的状况其实是好的 车载电子也用得到它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这一波 其实外资对它的一个加码 在前面它的一个涨幅 相对来讲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就算正 我觉得在过年之后 它补涨的机会还是会很高 好 那我们回来 刚刚的全职股 再来问永明 那除了国聚可以报 台积电呢 如果你成本低的 倒是可以逢高 过力了解 先调一部分 过高年 那其他这些股票可以报吗 我觉得 台积电当然就代表联发科 台积电就代表自己的光 所以我分析一档就够了 到底该不该报股过年 是现在所有投资人 最想知道的答案 所以我们也请各位举牌 认为应该报股过年的 给我个圈 该不该报股过年呢 好 我们来看到 有名认为原则上 是应该报股过年 憲哥认为可以报股过年 陈妍认为可以报股过年 邦总为什么放在中间呢 因为有些股票 根本你就应该跑 可是有些股票 根本就是没有问题 就是根本都没有怎么办 好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哪些该跑 哪些该报呢 好 我先简单 很快速讲一下大盘 上个礼拜 在下来的时候 我就说会回档 但是我说一句话 我说有机会假破 真反弹 为什么 很重要一个问题是融资 你看融资的角度 我说卷减 可是融资一直在增 我说那这个地方 它跟这个153 15320点 这个地方跟月线结合 好 你看 一个礼拜之后 有没有 前天跌破之后 大家很恐慌 可是一天 一个线 三日之内收回去 都算有效 第二天就收回去了 非常有效 那最漂亮是什么 融资已经开始在做 在做减 虽然说减的幅度不多 好 我们待会看下面 好 那我认为 哪些该报 哪些不该报 对 刚刚 有名好像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明天的股票 跟今天会有点相反 我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今天有全资股 台北股是每次这样 用全资股把那个骨骼 给它拖开 拖开之后就休息 然后让什么 其他的中键型股来表现 可是有一些 之前跌生的 混水摸月的也会反台 那种就是你要调的 那我认为你要看 第一个形态 再来看获利数字 再来看它的一个 所谓的法人筹码 我很快速简单跟各位讲 你看台积电 很漂亮 这个台积电的透明度 不用我们讲的礼拜五 还要这边台美连线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 我上次礼拜二的时候 我就说破600块 第一间买盘会很强 果然没有错 破600块之后 马上两天上去 可以报股过年不用担心 再来看下 今天你用文应该要报 对 那再来下面一张 这次会不会拼 有 上一次有一次喊千元 就后来哐哐哐哐 底下来是因为华为关系 这一次你看 头信 最胆小的头信 全部都一直一路买超 所以说一样 这个地方 对 尤其是你买在第一档的 你更要报 因为可能在这边还会来回正 过年之前会不会占稳一千 我不知道 但是年后第一季一定有机会 可能就千元看得到 对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这个你看 像今天也是一样 长龙 长龙今天 你看 我这个地方 之前 我之前也就举牌 我说还会再打第二只脚 你看 今天终于第二只脚 已经忽之欲出 可是你要注意到 这个地方 像刚才那个什么 什么487 168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还是一样 上去以后 还是会一样 那种情绪性的 还是会 还是会调节 所以说逢高有压 来到这个大压力区 还是要调 但是足底的 已经足底了 对 反弹要卖 对 区间操作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这个很重要 友达 友达 今天是最大量 你看 基本面 已经突破了 而且它基本面 又有一个加分 什么三缺 什么缺玻璃基板 缺料 缺 缺这个驱动IC 所以说怎样 本来就已经 这个 等于说台湾产能 就已经等于说 已经开始 日韩退出了 现在当然爆股过年 这个地方 但是不用追高 因为这么大的股本股票 不太容易标 这就老汤 这个红海大家最高兴了 我告诉各位 筹码上面最漂亮的是红海 你看这个 土羊有志一同 外资买 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投信买 所以说之前 这个阿土博 我相信他应该会很高兴 目标这样 已经可以开始在营造 阿土博还没有解套 对 还没解套 可是他已经可以开始 往他的目标 继续在做美梦 我认为继续爆没有问题 我们看 可是我们说 你看之前 这个自然股票是 我来节目中 我个人认为我的骄傲 这个1月17号 11月12号 我最先领先跟大家讲 那我记得上个礼拜 不然这个再叠下来的时候 这个大家问 只有我一个人 我是举说还会有高点 虽然说还有症 但是我说还会再过高 就果然过高了 可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的看法是 如果说逢高 为什么 因为他过高 不要爆 对 他过高 他没有企图心 他没有用高角度在攻 所以说他 我最怕一个这样 Skywalk 天空步道 天空步道一跌下来的时候 一整排都是套牢的 所以说怎样 节钱你有逢高 要做节 有一种股票 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刚才为什么举这个中间 像我就用这种股票来做例子 我们也是拿 鸿海集团的一档股票 这叫政达 做这个三级玻璃 我实在找不出理由 你基本上那个故事 我也可以讲的天花乱坠 可是我看到他前三季 负1.15元 结果他被要求说 公布财报 11月还在快0.14 这样的一个股价 能够来到这个三十几块钱 可是你看 这也拿一个叫什么 头肩顶出来 这个颈线一旦跌破的时候 这个头肩顶是非常大的头肩顶 所以说像这种股票 没有EPS怎么样 不要爆 趁机会赶快换股就对了 没有获利数字的 趁机会赶快换吧 刚刚其实蔡总也是放在中年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明天应该三红 是这一档股票 GameStop 我们看一下 换空比例最高的时候 是达到了差不多120% 为什么会 怎么可能换空比例100%以上 超过一个资本 美国的制度是这样 阿官你的股票借我 借鉴给我 我去换空 我又借给了憲哥 他又去换空 所以一张股票超过一次以上 两次这样的换空 但是你看GameStop的话 最新的换空比例已经降到39% 有一句话 嘎死空头就杀多头 嘎死空头就杀多头 一定是这样 所以GameStop股票就大跌了 大跌了以后 美国股市跟台股跟南海的股市 就反向就涨了 对 现在刚才你有讲过 现在的这个稻穷盘后涨200多点 为什么 因为GameStop的盘前 开盘前又暴跌了20% 所以它跌 美股就涨 所以目前GameStop是跌了22% 对 它跌22%美股就涨 对 所以明天三豪的基地高 But我们来先看一下 今天南韩跟我们台股盘中的时候 都涨2.7% 我们最多涨438点 大涨也就是2.7% 但是到收盘的时候 你看南韩的指数只有涨1.3% 我们还是继续涨 所以我说我们社会得用 没错 因为有一个消息出来 在昨天晚上就美国大涨收盘后 拜登总统跟这个实名的 共和党的议员一起会面 那共和党的议员说 你那1.9兆那个规模太大了 我们要推6千亿美元 只有三分之一 对不对 大缩水 然后美国的媒体就说 这个没有共识继续协商 所以未来拜登的1.9兆 要在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机率很小 一定要修改 所以南韩股市迅速反映这个消息 因为在盘后 盘后就是南韩的交易的时段 它缩小 但我们没有缩小 所以假如今天晚上我们的融资 就散会筹码是增加的话 那明天会像憲哥一样 即便收红 高涨那个震荡就会很精彩 所以明年的股票就要很清楚 有的不要报股过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取一些焦点性的股票 因为今天联华科刚才都讲过了 创性高 现在的IC设计的标股 标到什么 标到IP 新制裁的股票 你看力旺涨停 金星坑涨停 为什么传出这两家 今年的EPS要赚一个资本额 一个资本额 虽然那个本利比 我不是鼓励大家 但这个资本额都是很小 像金星坑只有4亿所筹码 主力的股票所筹码 那这种要报报 这种股票 这主力股 对 这个主力股的话可能 我觉得过完年还有行情 但是风险已经在增加 为什么 金星坑的周转率已经两成了 就成交的股数 跟它的这个股本两成了 也许还有高点 但是风险也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外资 外资很好玩 在配对交易 我们看外资的进出 好 我们来看外资进出表 外资的这个 买卖超 外资买卖超 对 你看一下 他买友达买了三万张 去卖群创 群创卖三万张 那就是配对交易 配对交易嘛 配对交易 然后这一块 第二个配对交易 这边买台积电 买了八千张 卖 连电 卖七千张 七千张 所以很明显的 外资就是我要报友达 但我要卖群创 这个理由我们再回来看看 那还有一档也蛮有意思 外资 我们回到刚刚外资的买卖超 外资买谁呢 买红海 但去卖红左安 这也蛮有意思 蛮有意思 不过我们讲一下 今天友达的这个成交量 是差不多77万张 群创40万张 面板双幅 你加起来117万张的天亮 这么多人在面板里面 这不得了 大家都这样 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礼拜四 友达的华硕会 市场估计赚100亿 EPS大概0.9到1块 那因为他去年前三季 是亏了差不多0.54元 真的赚到第四季 你赚1块的话 前年度大概赚0.5元 有0.5元的EPS 友达今年会花股息 会花股息 根据了解 群创也会在同一天 花布财报 不是法说 但他直接花布财报 群创7年的前三季 是亏0.88元 假如赚0.9到1元的第四季 一整年度可能只有 赚0.1或0.2 这样的话 群创今年可能不花股息 这样知道吗 就很简单 友达有股息 有股息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散户进来 散户是说你给他花个2毛3毛 但是因为股价16块 不败不败 2 3%的殖利率 所以友达今天突破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震荡 为什么要震荡 我告诉大家 你假如友达今天继续标 礼拜是公布法说 即便利多 因为2月5号马上就要放假 那我就卖掉 我就卖掉 因为这样震比较好 对 不要一路的涨到法说会 那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字卡我们来看 刚刚谈到到底要买什么 或者应该报什么的 那友达就应该跟着外贼脚步报了 对 然后群创反而应该卖了 群创的话 当然你卖 因为他今天即使被卖 他还是涨 不要跌太多 跌太多的话 你可能要有点停损 或停利的这个动作 好 那在鸿海家族 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台北股市收盘后 所有两岸的媒体 都登出最强的那个 苹果分析师郭敏奇的报告 郭敏奇首度第一次针对 鸿海MIH的电动车平台 发表了报告 他说苹果的Apple Car 他认为会跟南韩的现代汽车 奇亚汽车来合作 然后合作之后 未来会跟美国的通用 还有华国的保湿 鞋铁容集团合作 但是不会跟鸿海合作 不会合作 而且他很仔细的讲 Apple Car最快2025年发布 市场对鸿海取得订单 过于乐观 好 他仔细 他每一档都跟你分析 鸿海 Apple Car的底盘 不是什么 我们那个当时还头版头条 Apple Car的底盘是鸿海 他说不会 用EGMP EGMP就是现代汽车的一个电动车平台 就对了 俄辉鸿海推广的MIH平台 鸿海也不太可能趋得 Apple Car的组装订单 他说这样 红准 市场义取 红准可取得Apple Car的机 那个 机壳订单 就是那个车壳 是 车壳 但是他认为欠缺电动车的设计生产的经验 红准较有可能出货 内部的机构界 订单的价值 显然低于市场的义取 那这个更惨了 广宇 乙胜 荣汉 政达 这种目前乐观预期的 这都在台北股市飙翻天 目前均无Apple Car订单的能见度 郭敏奇这个报告一出来之后 红藤机密 他只有承认一家 红藤机密 在香港挂牌的红藤机密 红藤机密是 红海集团当中 最有可能取得Apple Car订单 能见度较价的工资 这是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 他一档一档给你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再回到 那最近很标的乙胜 广宇 在今天表现还是很好 那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那个阻力 不知道盘后要发布这个报告 所以阻力会下车 阻力我们来看一下 乙胜他几乎是在一点的时候 吉拉 对不对 这个是吉拉 这是主力的手法 他不是在那个前面拉的 主力到尾盘在偷袭 主力的手法 就是我尾盘跟偷袭 因为我不要用那么多子弹 对 拉起来 我们看2328的这个广宇 拉尾盘子弹不需要花那么多 但是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明天整个市场的信心一定会动摇 所以这样的股票不要报股过年了 对 要谨慎 好 不过刚刚其实丰总也谈到 有些股票能报 有些股票不能报 但如果你的持股水位比较低的 不能报的你应该去换 对不对 你应该怎么换 好 就是说 刚刚蔡总讲到这个 跟我今天要讲的有点贴合 为什么 就是我们要换什么 已经有的 你要每次 我们说人生要有梦 可是着梦要踏实 今天有两个大消息 第一个 今天有个大消息 叫做什么 特斯拉要丢兆元入股比亚迪 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细部讨论 这个新闻你要注意到 比亚迪是已经有在做电动车的 大家懂我意思 特斯拉也是已经 特斯拉不用讲 他是leader 对不对 好 在当时呢 这个刘安伟在这个主持 这个MIH发表会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得三电系统者得天下 那这什么叫 你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新闻画面 得三电得天下 对 什么叫三电 电池 电机 电扣 你我都知道 电动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叫做什么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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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那个特斯拉 把底盘把它掀开来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大底盘 全部都是电池 里面有14块模组 每一块模组里面 就像那个我们干电池一样 每一块模组有500管 所以总共有7000管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就是怕中间 如果说只是一大块电池的话 不好做 而且坏掉全部都shut down 那中间如果其中模组 有一两个坏掉 可以这样 轮流来做支援 那这个时候管理 电池的管理系统就非常重要 好 重点来了 今天就要换到什么股票 我们要换到 本身就是比亚迪 而且是特斯拉的一个 所谓的标标准准的供应链 而且又符合这个刘洋伟所说的 三电系统 它通通都有涉猎的一档股票 我们来看下面 对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 这档股票就是8183的金星 各位你知道吗 你去打开金星的官网 或是财报 它告诉你什么 金星是做什么 电池的BMS 电池管理模组 还有什么 电机及电控 你看到没有 三电 电机及电控的PCBA PCBA 最重要在这个地方 BMS电池管理模组 因为它现在是什么 宁德时代 特斯拉为什么能够降价 就是靠宁德时代 让它能够把城门压下来 好 所以说它本身这个地方 它本身就是宁德时代的一个 除了它传统的这些东西之外 它也是能源车的电池管理系统 像电机 电控 这三电的相关的PCBA 而且它打入宁德时代之外 还有国宣高科 这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前十大的电池压 比亚迪它本来就是工艺业 那现在特斯拉跟比亚迪合作 那它不是这样 双效合一吗 所以说它是台湾厂商 唯一一个能够吃到 宁德时代跟特斯拉 它跟比亚迪的唯一一个 能够双商戏都吃得到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做超级比一比好了 你看这个地方 今天有 我们把今天有涨的这些车电股 来做比较 你看测房电 测房电前三季0.25元 它是华德动能 电动巴士 今天六十几块钱 今天还涨金板 你看这个广宇不用讲了 我刚才有说过 它突破之后它为什么不供 所以我说认为要卖 你看广宇也来到四十几块钱了 不错啦 前三季有将近一块钱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 没有赚钱的仓星 只是沾到那个特斯拉的什么 扬声器 扬声器就是喇叭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认为电动车比较重要的 是电池还是喇叭吗 当然是电池 对 做没有赚钱的公司 做喇叭都可以三十几块 那我问各位 你看金星0.74元的EPS 而且现在才二字头 那宁德时代的BMS 特斯拉就是比亚迪 是已经有在做的 不是只有 不是MIH的概念 不是说Apple Card的概念 是一定有在做的 而且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讯息 这个金星它是华星家族 对不对 华星家族的这个 Dram 比如说这个华胖店 已经开始有加入MIH了 所以说将来也会透过 这个所谓的华胖店 把它拉进来 所以我认为是 有实际的东西 又有未来的梦 大家可以来做留意 这种股票可以抱着 不要担心了 不过既然谈到了 今天盘面的重点股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连发科不得了 现在大家喊到上千元了 是否看到联发科在今天 创下历史新高 为什么 好 其实我给各位看一个 因为这个最狂的分析师 他又讲了一句话 叫Better than Better 要讲一下英文 凸显一下我们的世界观 你知道其实在 最狂分析师是谁啊 就是这个李扬的侯名校 因为在去年 十月的时候 那时候联发科七百块 他就率先喊出一千二 恐笑啊 哪有可能啊 划得太贯了 七百块还在家 差不多嘛 你划得一千二 好 那你知道就从这样一路 我们就看联发科不是就一路涨 涨到九百五十二了 突然之间 所有的外资通通跳出来 喊千元以上 喊一千元 这个时候 侯名校讲什么 一三五零 因为你看大家报告 有没有 现在都开始买劲买劲 你看 都去千元了 汇丰啊 高盛啊 通通喊嘛 他马上一千三百以上了 然后他讲Better than Better 所以也引爆了今天整个IC主群 从刚才这个蔡总讲的IP的 然后到IC社我们看一下 你看今天全部都被带上 这个气氛就上来了嘛 想说现在成为两千元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联发科 你都可以上一千三了 那我们这些鸡犬升天嘛 所以重点包括翔索 高速传输晶片的IC 今天直接攻上两千 那所以是不是整个IC上来 我觉得很有道理 那IC设计到底有什么力多呢 能够比更好还好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第一个是在MCU的部分 现在是全面性全线涨价 之前涨的是毛利低的 可是现在实在是功不应求 你知道现在即便你下定金三成 先跟厂商说我要下定金 OK好他就把定金收工 每年再来拿东西 收了定金还要等明年 所以怎么可能不涨价 这个底气太足了 所以全面性的三成 第二个就是联发科的M80的晶片 今天发表新晶片 这个他一直在想 你真的能够弄出5G吗 你真的能攻到北美去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闻 其实在今天焦点是 它的新晶片 回到新闻来看 M80所谓叫做真5G 换句话5G晶片有假的吗 所以在今天发表了 真5G的M80数据机晶片 而且是5G的毫米波晶片 这个晶片很厉害吗 基本上它可以通两种坡 一个是毫米波 一个是SUV6G SUV6就是大陆的规格 对那这样有什么 它也可以大陆用 它也可以打到北美去 那在这里面 有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因为它一出来 大家一定要跟高通的 骁龙888比 对不对 好这么一比发现 哇 联发科这个M80上传是 7.67GB 下载的速率是多少 3.76GB 明显爆胜这个 这个高通的骁龙888 不只是高通 三星也拼不过我们联发科 Synos 2100一样 所以这一次联发科是完胜 很明显的完胜 这一次它之所以能够发表 M80的5G毫米波 真5G晶片 据说是因为它的实验室很厉害 对其实这个实验室 我整个看下来我觉得 很惊人 非常的惊人 为什么惊人 光占地面积就1.26公顷 花了多少钱 50亿 但你会觉得说 50亿 对台币 但你说花钱又怎么样 里面我光员工 就可以做1000人 员工可以做1000人 好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这个高速的伺服器 可以放到多少个 3万台 我们讲高速的伺服器 而且它因为为了做这个实验室 所以它必须要去模拟 北美跟日本的基地台 对不对 对 跟德国的大厂合作 罗德斯瓦斯合作 又花了数亿 这包含在这51里面 花了数亿去建制这模拟的基地台 就是为了做实验 30个电波隔离室 就是为了做这个实验 所以你觉得这样它会赢不了高通 赢不了三星吗 所以这个实验室是非常厉害 那当然这一次的 这个侯明校的报告里面 最狂分析师 对 最狂分析师 他讲的这句话 其实我不太认同 因为他说丑小鸭骗天鹅 他的报告是这么写的 他说联发科是一只丑小鸭骗天鹅 他当然讲了非常多理由 当然我为什么不 我认同的是天鹅 我不认同它是丑小鸭 他应该是 这个天鹅脏了嘛 我们再把它洗干净 天鹅还是天鹅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写说 天鹅还是天鹅 这样我就认同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看到那么高 对 第一个就是说 过去联发科跟高通之间的竞争 你现在在中国市占率最高是谁 是联发科 直接碾压 直接碾压高通 几乎现在就最大的 我们讲手机的行动处理器 霸主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关键 就称霸中国 称霸中国 第二个我觉得是消费者习惯改变 什么讲消费者习惯改变 过去我们买手机 好贵哦 好厉害哦 我就是追求高阶的 但是现在消费者 尤其是中国跟印度 冲出来一个思维是什么 就消费性电子产品嘛 你功能要好啊 但是要便宜 4000块 就是联发科跟realme合作 这一款V3的这支手机 4000块 4000块不到台币 中低阶产品 对 5G手机 而且是5G手机 我要讲 而且是5G手机 所以疫情之后 其实高阶手机的市场 越缩越小 反而是中低阶手机 就像我们买家电一样 在乎的是CP值 这种CP值高的产品 异军突起 而联发科 中低阶晶片 当然是它的强项 而且多可怕 这一支手机出来 一季卖得比上一季 暴增132% 就是它的销售 另外一个我觉得 中美贸易战 也帮联发科 帮了非常多 非常的加分 荣耀不是从华为 脱离出来 那就跟谁合作 跟联发科 然后现在在印度 你看小米这些 都不知道怎么办 找谁合作 找联发科 它的天机一千 全部跟这些合作 就直接攻 打海外市场 那其实我觉得最关键 其实是第四个 就高通 就是找三星 但是我们的联发科 就找台积电 那我们真的联发科 当然也要来举一下牌 联发科 真的会看到 千元价位吗 请举牌 我们看到 五个灯 通通认为联发科 会看到千元 所以来看一下 IC设计族群 如果联发科上千元 整个族群都会被带动 整个气氛 其实这个比 昨天的气氛好太多了 大家一直想 晶片排挤什么 其实联发科的报告 这么好 所以整个都带动上来 我们先看一下联发科 如果说整个外资 大家都看这么好的情况下 全力的拱上去 实际上今天虽然有一点点上线 但是这个跳空 我觉得量都还没有暴增上来 其实还有机会往上推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也带各位看一下联勇 因为实际上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昨天 IC设计一面倒的时候 就是联发科跟联勇两个 手牵手抱在那边发抖 但是 股价上涨 所以今天再上来 其实还是证明 IC族群的方向是对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MCU的这个涨价 其实像翼龙店 他们确实都开始调涨 所以你看到今天股价的表现 也特别的强势 那就整个线型来看 涨一波 休息一下 其实喝了再上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 最后一个 如果我们在讲联发科 很多人会讲说 这么贵啊 不敢买啊 我看秀了吗 他投资20%的亚信 亚信他投资了20% 你看 就跟着这样一路上来 所以就是跟对 没办法跟到那个大哥 那我跟这个小弟 把他当大哥 我跟在他后面 也是一种思维 亚信也是跟对大哥 跟对联发科 好 紧接着但你要关心的是 现在新古神是谁呢 在网路上每个人都是古神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新古神 据说现在可以取代巴菲特地位的是谁呢 全球首富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现在点谁 涨谁 点谁 就飙谁 所以马斯克又在发工了 他在clubhouse开奖 想不到没有这档个股 只是呢 有一家公司名字跟他一样 就狂飙了 116% 是飙龙的啦 但是就可以证明他的实力 他现在点谁 那就点时成金了 那马斯克现在又点谁呢 好 我们来看今天非常大条的事情 特斯拉准备要砸兆元 入股比亚迪 之前有巴菲特 现在有马斯克 那他的世纠红海看得非常雅红 对 而且他这次点这个比亚迪 还不是真的点 他是真的花钱 他直接入股 而且他那个是重磅的钱 各位 一兆多不多 很多人一辈子大概没有办法想象一兆 对不对 一兆是很多的 360亿美金 所以他这次是用股票加现金 取得了比亚迪20%的这个股权 那重点是比亚迪值不值这个钱 那你说比亚迪好歹也是 全世界第三大的电动车品牌 第一大当然不用讲 就是这个特斯拉 因为他做的都是高阶 那这个比亚迪的部分是第三 对不对 因为他做中低阶 那各位就要问 那第二是谁 第二当然就是中国的北汽 那我们先来讲 他们这一次的一个合作 他们之前就情投意合吗 其实也没有 他们之前常吵架 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马斯克跟比亚迪常吵架 他们常常就 而且互看不顺眼 2013年的时候 当时的王传福 就比亚迪的王传福 就在股东大会上讲 他说如果家庭消费一旦启动的话 那个我分分钟 这个比亚迪 我分分钟都可以做出一个特斯 可见特斯要多好做 意思是这样 那第二个部分 到2017年的时候 马斯克就回呛 当然中间隔了好多年 他说你比亚迪的车子 你除了电池以外 你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你一无是处 而且你车子很烂 但问题是这两个结合 所以是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那重点是为什么 这次的马斯克的特斯拉 要看上了这个比亚迪 我认为有三大利基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基 我们都知道 因为其实 这个比亚迪后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副爸爸 这个爸爸就是背后的金主 叫华为 那华为代表的 当然就是所谓的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这一块的话 现在大家都缺对不对 原件也缺什么都缺 所以现在的特斯拉 看到了比亚迪 就是你有第三代的 碳化系材料 这个淡化加的一个部分 再加上你后面 有完整的这个华为供应链 而且我吃了你之后 我就避掉中美贸易战 我就 你就是我的公司了 对不对 我跟你就是合作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是 贸易之间的一个往来 你看他这个旗 有这样子在下 那第二个部分 他看好它什么 当然就是电池 那电池的部分 各位要知道 以前的特斯拉它跟宁德时代合作 那宁德时代它做的是三元电池 那现在整个中国大陆都是 磷酸离铁电池 就是LFP 那这一块如果说 基本上特斯拉可以拿到的话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卢谷天意 那你说电池重不重要 上个月19号才出了一件事 当时一个Model 3 到上海的时候 就开到了那个地下停车场 又爆炸了 对 它爆炸之前先起火 还好那个车主有跑出来 去找管理员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多久之后就爆炸 还好人没事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电池碰撞之后 电池心受损 所以电池心受损产生的高热就爆炸 那这一块当然就是未来很重要 那你说比亚迪的这个电池好不好 非常好 我们之前节目有介绍 他那个所谓的刀片电池 对不对 那刀片电池有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叫针刺测试 那针刺测试就是说 我测试完了之后 要看你那个电池的温度 然后你有沒有明火 有没有烟雾都没有 那个温度维持在30到60度C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OK 这个其实不高的一个温度 那那个电池呢 它可以充电 就是10%到80%的时候 大概只花33分钟 而且它可以这个连续放充 大概3000次左右 这是第二个优势 那第三个 他看重比亚迪的第三个优势 我认为这是这盘棋里面 最重要的一盘棋 最重要的一颗子 就是所谓的电动巴士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各位你要知道 以前在做特斯拉的时候 特斯拉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没有什么电动车 可是现在大家都要做电动车的时候 说实在电动车已经不稀奇了 你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如果你还要再升级的话 你的皮卡是卖在美国 但是这个东西不普遍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广大的亚洲市场 你就是电动巴士 那电动巴士每人在做 比亚迪就做很大 比亚迪是全世界第一的 电动巴士的一个品牌 那即便未来有竞争者 大家可以维持65%的一个市占率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一款的K9的电动巴士 滴里盘 铝合金 然后重点是 它用的是什么 磷酸离碟电池当这个除能 然后它的这个蓄电力也不错 它可以跑205 各位不要觉得205公里很少 电动巴士这样很厉害 而且它里面的电池材料 还可以recycle 各位你去看它的轮子 它的轮子四个轮子都分别 都有所谓的发动机 然后重点是它的车的上方 还有太阳能板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讲 这个所谓的马斯克最喜欢的 太阳能板 那因为有这个太阳能板 然后再配合磷酸离碟电池的一个除电 所以导致它每一公里在营运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本 大概是美金0.125到0.185 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燃油车 尤其是用煤油的这个燃油车 就是做这个电动巴士 它每一公里的 美金的成本大概是0.81 所以燃油柴油的部分 是电动车的大概4.4倍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电动车有多厉害 那再来的话就是 现在他们这两家已经合作了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对不对 那合起来会不会去打到一个更大的酬仁 那这个酬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红海的一个部分 好 那电动车还能买吗 因为今年真的也涨很多了 这么多的电动车 刚才蔡总也好 或者是丰总也好 都有提到 我真的建议可以报股过年 我们先来看 今天的比亚迪概念股也都涨 因为今天比亚迪是涨8 因为比亚迪大涨了8 涨了8% 因为话最先当 就是喊青蛙变王子 所以你看这所有的股票都涨 然后红海概念股也涨 但是我认为明天这一半以上 可能都会变黑的 我认为 不管黑还是红 但我认为可以报股过年的 有两党 第一个我们来看本村红海 不管今天国民旗也好 或谁也好 对红海的一个报告怎么样 我认为它未来去挑战130的机会非常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跟吉利合作 吉利是全世界第八大的电动车品牌 第二个它跟宝马合作 宝马是全世界第十大的电动车品牌 所以我觉得光这两个加持130看得到 有机会 那150真的就是看Apple Car 所以Apple Car未来怎么样我们再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股价还有机会 那另外就是它里面的群创 当然就是要讲到面板 群创我们之前有在分析过12.45的那个点 对不对 那当然一切都上去了 礼拜四可能会开这个法说 对不对 那友达大概是赚0.9到1块 公布财报不会开法说 公布财报对 不会开法说 那财报的一个部分呢 友达大概是0.9到1 那它是大概70亿0.69 0.69左右 那两个如果真的再比的话 我说实在我会比较推荐友达 因为友达是这次的leader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分析 顺便给各位来看 什么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当台积电占上500块的那一天叫12月4号 那一天就是带领大盘占到14000点 同样的一个时间 那一天的友达就占稳15块 所以全部都是整数关卡 一个500 一个14000 一个15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结果台积电涨了179块 涨到快将近七日头了 带领大盘涨了2000点 可是友达脱队 友达这段时间是倒跌 那现在大盘全部在反弹 云木混珠你根本不知道到底谁真谁假 谁可以报谁不可以报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友达已经率先创新高 而且今天是70将近快77万张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他只是迟到不是不到 未来会后发先至 所以回过头去我从友达的逻辑里面 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帮大家寻找消失2000点的亚特兰提斯 什么意思呢 就去找拖对2000点的好股票 那这一类的股票 第一个就是Q1营收上升 公司有企图心 而且拖对2000点 什么样的股票呢 简单来讲就是3D 第一个叫做TFT 第二个叫DREN 第三个叫LED 但我们今天先来分析面板里面的股票 一个友达集团的叫做明基财8215号 那这一家公司各位注意一下前三季 去年前三季是0.7 但是它的季的分布不错 0.1 0.24 0.36 那最近当然偏光板也缺 刚来宾也特别提到 什么都缺玻璃机板也缺什么都缺 那偏光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真的有缺 第一个做它的厂商在日本税修 第二个部分因为它是美金卖出去 但是它是日元当成本 那日元现在在升值 所以它有日元升值的压力 所以它成本要去推动 第三它还有电动车 所谓的电池隔离膜 那股价上面来讲 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是最高点 这是最大量 大量非高点 所以未来是有机会突破 好 明基财可以特别留意 当然刚刚大家都谈到了 今天的友达量非常非常大 爆出七十几万张的天量 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 到底友达能不能报股过年呢 我们来听听各位的看法 请举牌 我们看到 这边有两票 这边有三票 所以五个灯 全部都认为友达是可以报股过年的 那台积电呢 好 我们来看看台积电 现在车用晶片荒 大家要强产能大战 我们昨天特别谈到日本媒体说了 他说台积电实在太强 强到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很焦虑 为什么很焦虑呢 你供货给我我很开心 那你不供货给我我怎么办呢 所以韩国媒体说 三星说我要自立自强了 我不能靠你啊 特别是现在车用晶片这么慌 我也想讲这个商机 所以三星锁定了 车用晶片大战 恩智普 德伊 瑞萨 很可能会出手并购 他也不可能让 整晚那种台积电跑去 对 那台积电这次把产能的一个挪开 他反而是顺了孤孤 为了扫益 那原来的 比如说我的产能被你挪了以后 我现在很担心 所以所有的台积电的客户 现在都在强产能强产能 而且听说电话打来以后 从来不问价格的 所以在目前来讲 因为这样的一挪以后 引爆了一个强产能的一个大战争 那目前来讲打电话进去 很多涨三层OK 涨五层OK 很小的你的小单的话 涨一倍照样买单 包括额文腔 额文腔现在有一个厂商说 他在大陆 他现在已经涨了百分之五十了 而且大家在抢什么 抢八寸的一个产能 那当然除了IC设计以外 这个晶圆代工以外 另外第二个低论 低论目前来讲全面上涨 所以现在这两个一涨以后 我们来看今天所有的 包括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股票 以及IC设计的股票 另外低论的股票 几乎都全面上涨 那对三星来讲 眼睛金金人最重 因为这次的缺货我赚不到 那我赚不到 我闻到了商机了 我开始要诟病 诟病全世界 他找到日本的瑞萨 他找到美国的德宜 他找到荷兰的恩赐府 那目前听说恩赐府跟德宜 已经到厂里面去 去这实际的厂勘了 所以这两家很可能就被他诟病 那其实三星以前就有诟病了 所以他现在到底你的口袋深不深 他三星现在口袋加起来的 约当现金有113兆的韩元 那合美金是1068亿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很多钱 对 假设他诟病恩赐府 差不多500亿 假设诟病德宜 11500 这最差价 如果瑞萨日本才200亿美金 一块小饼干 对 所以对三星来讲OK的 那他们有什么强项 让三星向重他们呢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恩赐府 恩赐府其实他最近有五个亮点 那这五个亮点里面最主要是什么 他跟这个瑞士有一家叫做林斯比德 这一家他创造这个未来的AI概念车 这个AI概念车里面有很多商业 第一个 第一个亮点就是你现在看到了 滑板车型的一个底盘 那这个底盘呢 它是滑板车型的 而且它用很耐磨的材质去做 第二个呢 它的车厢竟然是可以拆卸 那它的车厢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 独立的撑轴 所以它也可以化为什么观景台 所以未来的露营车 你到一个露营地点的时候 它车厢可以涂出来把它升高 可以让你本来可以看三公里 变成看三十公里 另外也可以改变为所谓的移动商店 另外因为它是既然可以拆卸 万一你那个底盘坏掉 再换一个底盘就好了 所以它这个是两个亮点 那再还有一个亮点就是 它这个车子里面它的概念有六台的投影机 那六台投影机里面有两台是跟外面对话的 一个是前面的挡风玻璃 一个是后面的玻璃 你挡到我了 它会打字出来 拜托请让路 另外你带的小孩很危险 它说请带好你的小孩 另外它车内的照明也非常先进 它已经想到什么 想到了黄菌杀菌 它现在用紫外线来杀菌 那紫外线杀菌以外 那车内空间那么大要干嘛 车内里面可以种车内农场 它可以种薄荷 可以种一些小小的东西 你在喝咖啡的时候 自己再一片丢下去就可以喝了 连这个都想到了 那我觉得四百多以来买它蛮值得的 对 其实德宇在车用的配备这个部分 它也有惊人的发展 尤其是地面投影这个部分来讲 它现在已经是在所有业界里面 它是领先的 所以三星就看好这两家 它未来可能会诟病 好 那我们怎么看股价呢 好 那我来今天推了一个 3260的威刚 那威刚它是做模组的 那其实我们来看它的Q线图 其实它的一个前三季已经赚4.69 那以目前的一个推估来讲 它的去年全年应该5块5到6块 5块5到6块你看71块 它的肯定特别是要费到13倍 刚好在一个整理快要结束 季线都没有跌破 那如果在这边突然会有亮出来的话 应该就代表了一个攻击划期限 无论的 明显